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参议员多数党领袖扎克舒默今天表示 尽管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曼清呼吁暂停计划并降低价格 但民主党会继续全速推进3.5兆美元的预算法案 参议员预算委员会主席伯尼·桑德斯也在电话会议上补充说 在我看来这个3.5万亿美元的法案已经是重大妥协的结果 在金额上应该不会有大幅度的变化 舒默也在最后再次强调了这份草案将会在9月15日正式公布的目标 并且希望可以在本月晚些时候开始进行投票 能源部今天表示如果全美国都能采取大幅度改革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那么到2035年全国将有37%的电力来自太阳能 到2050年可以达到44% 根据能源部的数据 美国现在只有3%的电力供应来自太阳能 而如果想要达到2050年44%的目标 则需要在这30年间增加5620亿美元的支出 不过与此同时 清洁能源也可以帮助投资者获得大约1.7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能源部长詹佛·格雷霍姆也强调 改用清洁能源的好处远远超过成本的价值 消息放出之后 748家太阳能公司联合制航国会 呼吁延长和增加太阳能投资税收抵免 以及提高电网弹性等变化 太阳能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阿尔盖比·霍博表示 安装量的大幅增加是可以实现的 但需要重大政策改变进行支持 财政部长耶伦今天发出警告称 美国必须在10月份提高或暂停债务上的上限 否则就会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 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害 他补充说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等到最后一刻提高债务限额 将会对企业和消费者信息造成巨大损害 纳税人的短期借贷成本也会更高 并且对美国的信用评级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一旦美国的债务达到一定水平 财政部将会暂停发放新的债券 并不再为政府活动提供资金 届时将会对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等等问题造成巨大的影响 众院议长佩洛西今天在谈到耶伦的这份报告时也回应称 民主党已经了解了这个事件 并不会拿美国政府的信用来冒险 他也呼吁两党可以尽快提高债务上限 避免问题的发生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总干事谭德赛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宣布 世卫组织建议将第三针新冠疫苗也就是加强针 从9月底继续延后到今年年底再来执行 据世卫组织称 全球已经接种了约55一剂疫苗 但其中80%已经在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接种 70%的高收入国家至少为其4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 而谭德赛也多次呼吁 希望可以让低收入国家也获得更多的疫苗 根据他的说法 高收入国家承诺捐赠超过11剂疫苗 但其中只有不到15%疫情兑现 他在最后表示 希望这些国家可以起到领导作用 而不是空洞的承诺 请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发展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